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有公部门奥斯卡奖支撑的行政院政府服务奖 日前公布第五届的得奖机关 由院长苏贞昌亲自颁奖 花莲县政府提出了发展长照与医疗对接创新服务模式 获得行政院肯定涌夺了社会关怀服务奖 足以树立成为其他县市学习标杆及复制运用 有公部门奥斯卡奖支撑的行政院政府服务奖 日前公布第五届的得奖机关 由院长苏贞昌亲自颁奖 并且由华联县卫生局长朱家祥接受表扬这项殊荣 本阶公计有133个机关参奖 并认为24个改角机关 宽线正式荣获 方案创新长照居家私能个案家庭医师照护服务 建立发展长照医疗对接的服务模式 落实分级医疗 达造疫苗结合条龙 让张者开心在家健康养老 充分落实现场许正会照顾老大人的健康永续政策 由朱家祥局长代表领奖 运用了诊所医师到家里的服务 能够做慢性病的管理 以及衔接长照是最好的照顾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远处的摄影机 有请部门同人共同来到舞台上进行合影 华联县卫生局 赞 好看一下远方的摄影机 谢谢 华联县老大是全球高龄社会的目标 华联县政府持续推动多项当部措施 精力推动 一村里 一据点 也不够一文件缩小照顾的距离 让整体社会福利机构 包含这道西据点 成青大学文件站 从107年至今有148处 累计365处 增幅达到68% 多元情绩设计服务 除了长照据点服务之外 也推出运动书包 运行健身课程等不同服务 提供不同需求的长者 能够在对应切切的服务项目 持续照亮所够花脸的长辈 展现花脸长照软实力 咱们老大人们安心阳楼的典范县市 最终究竟欢迎发送了